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态呢 这就很麻烦 我们还是要从地形上讲 我们原来讲过 这个地区呢 是一个葫芦形的 一个最上面这个葫芦 我们叫这个亚述海 通过克赤海峡连上这个黑海 黑海再通过土耳其海峡连上地中海 现在什么问题呢 由于克里米亚被这个俄罗斯给收回来了 收回来以后本来这个克赤海峡 进入到亚述海这个海的这个通道呢 就成了东边原来是俄罗斯的领海 西面原来是乌克兰领海 但是由于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收回来了 等于东西这个通道全成了俄罗斯的领海 等于是乌克兰自己的军舰 想通过克赤海峡进入到这个亚述海的这个 也属于他的领海这个范围就过不去了 就要跟俄罗斯打招呼 不打招呼你就进不去了 等于是我要回家 结果还要路过别人家门 我得给别人家门打报告 那么这个乌克兰就想了 那我自己要我的军舰往自己港口上停 还得通过他的哨卡 那等于我的这个海 这个亚述海不是海了 成了俄罗斯的内湖了 可是我的家在这个内湖里 那么这就是个战略上 失去很大一块领地 当然乌克兰不干了 这本身乌克兰说那我不能回家了 那美国有想法 因为乌克兰是我美国的朋友 如果我美国的朋友请我的军舰 到他的这个亚述海的港口上去做客 我还得去问俄罗斯批准不批准 我进 那等于本来是个公共海域 成了个私家后海 私家湖了 这是美国不愿意干 但是美国要进黑海也很麻烦 我刚才讲这三个湖路嘛 对吧 这进黑海他要从地中海 他可以随便走 地中海是公共水域 但是尽管黑海是公共水域 我必须要通过土耳其海峡才能进来 那么这就很麻烦了 所以美国为什么要介入这个事情呢 因为现在明显这件事情上 俄罗斯是只做不说 他战略上已经占了一块大优势 等于美国原来的北约东扩的行动呢 在这受到挫折 大家僵持在这 所以美国呢 他一定要做出一个姿态来 他现在已经向土耳其政府申请 要求通过土耳其海峡 把美国的军舰进入到黑海 他为什么高调的去申请呢 其实就告诉美国 俄罗斯我要有行动 他是个警告 其实他也是相当于对俄罗斯的一个遏制 他这一个行为 对啊 他的本身申请过 土耳其海峡就是告诉俄罗斯 我的军舰要到这了 当然俄罗斯也不示弱 你来啊 你来我可撞过你啊 我过去撞过你的军舰啊 在这 大家都口上不软 对其实美国有他自己的目的 那俄乌之间呢 就俄罗斯也说 其实他认为这一次冲突呢 是乌克兰总统 他为了之后的大选 而去刻意制造出来的 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这个西方的国家搞这个选举啊 经常会绑架全世界 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看到 不仅是乌克兰选举 甚至美国选举 都会制造很多的国际事端 这也不足为奇的啊 因为西方的选举 基本上被两大势力所绑架 一大势力就叫资本势力啊 就赞助选举的这些人 第二大势力叫民粹势力 民粹势力只要一说盲目的讲 民族利益最高啊 国家利益最高 这个口号一喊你就能上去 所以这两个形式使得 很多的选举过程中 都绑架地区和全球的利益 相当于您也是认同就俄方的 这一种说法的 那肯定认同 好 感谢李先生的分析 那俄乌冲通之后 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呢 欢迎关注我们下一期的 中通论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